我们来做第14题 他问我们 不等式x-5大于14的解是什么 为了解这个题 这就像解任何的等式或方程一样 我们一边做了什么 另一边也要做 我们想去掉这个-5 去掉一个-5的最好方法是加上5 所以我们把这个方程两边都加上5 5加上 然后一个加上 5 然后一个5加上一个-5 那是0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首先加上了5 这样那边我们就只剩下了一个x 我们得出x大于14加5是19 那选项是B 第15题 一个三角形的边长是 我们有一个三角形 题目告诉我们边长是y y加1 7厘米 他们还告诉我们周长是56厘米 周长等于56厘米 y的值是什么 任何图形的周长都是边长的和 所以y加y加1加7 那么绕三角形一圈的距离 那么等于周长 等于56 我们来看看 我们得出y加y是2y 加1加7是8 等于56 所以你得到2y等于 那是多少 56 如果我们把两边方程都减去8 左边我们得到2y 右边56减去8 那是48 两边都除以2 你得到y等于24 那是选项A 第16题 他们想让我们做什么呢 好的 我觉得这个我应该复制粘贴 好 他告诉我们 我来选个好颜色 哪个数是下面这个陈数的一个反例 那么一个反例 一个说明 这不总是正确的例子 那么陈数是所有的是正整数 都能被2或3整除 所以我们要找出一个正整数 不能被2或3整除 不能被2和3整除 100能被2整除对吧 所以那只证明 或它只是一个 能被这两个数中 一个整除的正整数的例子 所以选项A不是 它不是一个反例 57 它不能被2整除 但是它能被3整除 19乘以3就是57 所以不选B 57是另一个被2或3整除的正整数 它能被3整除 所以不是那个 30能被这两个整除 所以那肯定不是一个反例 但是我们有25 它是一个正整数 它不能被2整除 也不能被3整除 所以它证明了 这个陈述不对 所以它是一个反例 所以答案是D 第17题 我来复制粘贴 这个复制它 粘贴它 好了 下面方框中 陈述的结论是什么 他们说如果x的平方等于4 如果我们知道x的平方等于4 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从代数中了解到这个 他们是x就等于负2或2 好 那么下面这个方框中的陈述的结论是什么呢 好的 我认为我想的多了 这是条件 这是结论 他们说如果这个已经发生 然后我们推断出那个 他们实际上是让我们把它标明 这是结论 x等于负2或2 我不太喜欢那个问题 我的反应是 如果这是整个陈述 我们可以从中推断出什么呢 没有很多我可以从中推断出来的东西 除非他们告诉我 这的确是真的 总之我不想弄得太复杂 他们只是说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个 他们其实是在说结论是什么 这个陈述的哪一部分 我们可以作为结论 那是结论 所以选项是 D 我不喜欢那个 比起数学 它更多的意义在于 词句 第18题 好 这个我也复制粘贴 下面哪一句是这个陈述的 正当的结论 好 你看 如果一个学生是高中乐队的成员 那么这个学生是一名好的音乐家 如果你在高中学校乐队之中是高中乐队的成员 那么你会是一名好的音乐家 那就是这个所说的 如果你对这个和上一题 那会很复杂 很混乱 因为一个正当的结论 又一次 这里他们给了我们一个陈述 他们想让我们得出某个结论 他们也许问这个陈述的结论是什么 然后你可能会说 这个学生是一名好的音乐家 但那不是他们问的 他们在问 好 如果这整个东西是一个陈述 如果我们知道这整个陈述是真的 如果他们在高中乐队中 那么他们是好音乐家 我在这里简写 他们在问 如果我们知道那是真的 这些结论中 我们可以推断出哪一个 陈述A说 所有的好音乐家都是高中学校乐队成员 提干没有告诉我们那个 他没有说所有的好音乐家 好音乐家可以是这个圈 高中学校乐队成员 可以 他是 是他的一个子集 高中学校乐队成员 这可以是好音乐家 对 所有高中乐队成员都是好音乐家 但是外面这里也会有人是好音乐家 他们不是高中乐队成员 所以不是选A 一个学生是高中乐队成员 不对 高中乐队成员 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所有的学生 都是高中学校乐队成员 或者高中学校乐队是由所有的学生组成 学生群体也许是这个圈 他们中的一些也许在高中学校乐队里 其中一些不在 并且是好音乐家 我的意思是 仅凭某人是一名学生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高中乐队成员 所有学生都是好音乐家 再一次 你知道 这是 这可以是一个例子 外面这里的这些人可以是学生 黄色的可以代表学生 可以有是学生 但他不是好音乐家的人 这个陈述没有说必须那样 所以我们把那个去掉 所有的高中学校乐队成员都是好音乐家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维恩图 我的意思是 那几乎就是他们已经告诉我们的一个重复 所有的高中乐队成员都是好音乐家 因为他们告诉我们 如果你在高中乐队中 那么你是一名好音乐家 他几乎是将相同的陈述重复了两遍 答案是D 第19题 我把这个擦掉 这是另一个 我要复制粘贴 好复制它 我用深颜色做 下面这个图表展示了 对于四个不同的x的取值 这个表达式的值 当x等于1时 x平方加上x加5 1加1加5等于7 当x等于2时 2的平方加2加5是11 好 乔西亚或者好西亚 我不知道那个怎么发音 总结出x取所有的正数 x的平方加x加5 产生的是一个质数 x的哪一个取值 能作为一个反例 来证明乔西亚的结论 是错误的呢 一个反例说 不管什么时候 在这儿放任何的正数 我们要找出哪一个 证明它错了 如果你在那儿放5 5的平方是25 加上5加5 那等于什么 那等于35 所以那是一个反例 如果x等于5 结果是35 这不是一个质数 不是质数 所以显然它的陈述 它的结论不正确 当你在这儿放一个正数 它不是总产生一个质数 总产生一个质数 是它的结论 这一个不是质数 所以a是一个反例 或者数字5 是这里的一个反例 下一题 第20题 这是一个 我们要找出错误的 一步的题 下面给出了 约翰对一个方程的解答 哪一步 对于步骤二 约翰用了实数的哪个性质 好 那么我们不用看步骤一 我们只要说 好 我们如何从那里到那里 当你看到这个时 当你说x加2乘以x加3等于0时 你是说某个数 括号x加2乘以另一个数 x加3等于0 那就像是说某个数乘以另外某个数等于0 那意味着这些数中的一个 或者它们两个都要等于0 对吧 因为得到0的唯一的方法是 这些其中的一个或两个都要等于0 那就是它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 x加2要等于0 或者x加3要等于0 它们都是0 我们来看看它们如何 它们称它什么 等式的乘法性质 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乘法的0性质 对我来说 这看起来像是目前最接近的一个 面合数乘以0都是0 或者对于两个 相乘等于0 至少它们中的一个是0 那就是这里的结论 乘法的交换率 不不不 不是那样 乘法对加法的分配率 不不不 不是 我们不要做那样 如果我们从这一步进行到那一步 我们要进行相乘 可能用到分配率 因为你真的在用分配率性质 或者我不想让你迷惑 是的 我们只是说 如果两个数 当你把它相乘时等于0 它们其中一个要等于0 我想这个性质可以称为 相乘为0的性质 下集视频再见